縮渦分開後 三省美鳥 進入臨體感的影響 我們人的健康 看到兩鳥切動物實驗 發現縮渦美鳥的影響 真多的素量 也就是鳥切等多發驗 甚至是影響腦部基地 和合適的功能 大量的縮渦飛起物 對於海邊更多的水性 更少的粒子 在海底捕蠣點了 過六十年沒消失 縮渦美鳥如果進入臨體 有什麼危害呢 目前還沒有臨體直接的時間 科學家透過燒尿器的排斥部提供 人類醫生當中 可能累積到六千粒的微粒 國內研究團隊透過提供 還有燒尿器的模型 也發現劇本以吸素加微粒的危害 劇本以吸的這樣子的塑膠微粒 可以累積在腎臟細胞 並且造成腎臟細胞的一些 立腺體的自由基的產生 和腎臟細胞的一個發炎作用 劇本以吸也就是PS-Polylon 醫院使用在補分泡麵的瓦 多兩股的蚊子 雞股也常常看到 其他國外研究也顯示 是燒尿器吃素加微粒的 因素加微粒的燒發炎 影響腦部記憶 學習說能夠影響燒尿器 精子的素量 作成過重發炎 另外 特地管是否是出現 在翅膀上頭的素加微粒 口罩上的一個塑膠微粒 它可能會增加新冠病毒的潛伏 可是它這個潛在作用 目前還其實研究上面 其實還沒有 有可能會增加新冠病毒的潛伏 完全去證視 他只是看到口罩上面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這個病毒 然後請下情況下 等我來可以請下部 直接直接塑造 一種